穿著睡衣進校門 不是同學們還在放假沒睡醒 而是位於台中檀子的私立中學 推出的睡衣入學制 要減輕家長負擔 因為在費用上 或是在學費上有些考量 所以我們就用 睡衣班的這個名稱來代替 也就是孩子的睡衣以外的 所有的支出 開校都有學校買單 包括學雜費 制服費 住宿費 三餐伙食費等一切全免 今年國中部將從參加 學校體驗營挑選出優秀的學生 高中部則是以會考成績申請入學 希望讓資質優異的學子 在沒有經濟壓力下就學 那個名校感覺壓力比較大 但是這個學校 你就算是在睡衣班 你也是會體驗到很多多元的課程 然後社團啊 睡衣入學的口號 更蘊藏著學校在校的自由與快樂 不光校園面積高達九千坪 學校新的團隊進駐 加強綠美化 打開學生無感的情境教育 也培養出多元化的社會精英 記者送不到 採摘美化的社會